大家好,歡迎收看中佬TV賽馬篇 今次四條中佬又試BATTLE 阿斐這次又試講救命馬 所以第一、二場五班一千米和二千二百米都是由阿斐講解的 事不宜遲,第一關就是第一場五班一千米賽事 這一場我直接點評第七號的炮子膽 如果大家記得,7月6日這個場次 那時候阿斐是最後買貼士,因為我們在鐵珠谷有說過 炮子膽阿斐是拿了,激死氣 最後,開頭以為是威威勢勢,最後跑到第五 上次是多少米賽事,上次是1650米賽事 雖然跑了個衰衰格格,即是輸了 但也很分,29倍 跑進來就肯定不得了 今次我同樣要拿回七號的炮子膽 為什麼? 因為首先五檔 然後這次純粹說這隻馬是很厲害的 這隻馬那時候跑的是十檔 事不宜遲,再看我的視頻,再說一說為什麼選擇它 事不宜遲,先看看十檔,三浦,這隻綠綠色的,藍色的就是炮子膽 一出來跑的時候,反應非常敏捷 很快脫了,十檔已經是 因為它要夠快才可以搶佔的有機,有利子 到這個轉彎位的情況下,它基本上進入了內欄 所以反應夠快的 今次了,排了千米賽事 最重要是快,最重要是 要懂得攝位 今次是拿五檔,所以更有利 現在是拿十檔攝位 這裏也不錯,其實我覺得整件事 它由開頭到最後邊都不差 雖然它到最後那一下 到這裏 最後數百米 正在轉彎,轉彎一樣是,不會掉它太厚 基本上這隻馬那時候是衝的 但它最後那一下 我覺得它因為之前就十檔了 已經是虧了一點力 去到這裏,還不停地去哪裏 它150米,正在贏中有一個馬位 但最後給這兩隻壞東西,就是新製造武界的厲害 所以贏了 影片就看完了 上次輸就輸就最後那一下不夠力 那時候拿了十檔和1650米 肯定一開始的話快補充 後面它是後上筆的武界 同樣是這次呢 那時候是132 磅 騎士632號銘鏈 132磅 這次 減了輕薄一點的 給蔡明笑 蔡明笑 上一個賽日,大家知道什麼事了 騎士王 是吧 第一場即時找到它去拆騎 還有炮子膽這次呢,我覺得它肯定去馬 還有29倍,我看今次去到5檔,去到10多倍 都抵抗這隻馬 自憑大家可以自己回家再去看一次 這隻馬真的不差,而且反應真的夠快 所以 第一隻推介給大家的 就是7號 炮子膽 好了 第二隻給大家的就是 因為5班,一次沒賽事 最緊要就是 有沒有救命馬 看回這麼多隻馬來講 唯有一隻一定要推介給大家 沒解的了 就是 27分的 12號 精算赤炎 但是問題是 這次是 10檔 怎樣算 怎樣好 這件事 阿肥說得明白了 5班賽事 有一個人的馬房一定要注意 一個是羅富泉 一個是翠翰 正常沒有那麼水皮馬 給它進來的 很難 1000米 快速 有表現的馬來講 蔡約翰 整件事沒有羅富泉,只有蔡約翰 所以 加上這次拿了個王牌給他 誰的刺騎 判斷刺騎 磅數是12磅的 之前看回這隻馬 看回那個 同情 不用看那麼多東西 判斷刺騎的,雖然是熱門一點 但那時候 記得去到3.9而已 也有一點分,不算去到很差 對不對 這次拿了10檔,我覺得應該升上去 更加好 第3件事 這隻馬 5歲多 今年 同樣一樣 上重化回來,每次都有佳積 所以這次 你看到 粉紅色多於他跑馬的東西 馬房要付出一些東西,要賺錢 就要賺馬房 馬轉,你猜是錢多嗎 所以 這次6月30日 同樣試襲過 放明 給了潘頓去刺騎 這隻12號的精算 就肯定要留下 雖然27分 是可以留下 但比跌分 贏就贏了,贏就贏了 夠命馬說完之後 第3隻提供給大家的 就是8號天天智庫 為何選擇他,不選1號的中華精神 他1號的中華精神 是各班馬來的 不差的 加上他的成績多少 成績之前 最佳同情的話 又試過一貫 四雅 為何不選擇他 因為他不抵博的原因 很簡單 看看同情 上次6月1號 718場次 無險冬刺騎 負磅112磅 那時成績 是57秒90 記住 是57秒90 真的不說了幾次 即是58 差一點 問題是負� 無險冬刺騎1112磅 今次 四檔 拿過 130磅 加了19負� 周俊樂的刺騎 今次 輕幫情況下 57秒90 今次 就給了一隻 8號的天天智庫 天天智庫 大家看了 6月1號 負磅119負磅 負磅119負磅 周俊樂的刺騎 今次 輕幫情況下 57秒90 今次就給了一隻 8號的天天智庫 大家看了 6月1號 巴度刺騎 負磅119負磅 57秒71 那隻是多少 57秒90 怕大家忘記了 所以這隻 那時候是12檔 記住大家 12檔 57秒71 這隻馬其實真的不差 不要經常看同情就算了 近期成績 6月27號 同意是試過雜 重化回來 不是差很遠 所以 拿回冠軍贏了 即是有鬥心的 不會差得去哪 5歲馬 5號的神浪金剛 今次獲給了王牌 二檔 好檔位 6月1號 57秒08 但一件事 是身體物防部署 同樣 8號的天天智庫 同樣是拿了王牌 兩個王牌之下 選哪隻好 大哥 你這隻5號的神浪金剛 是厲害 但那時候負磅是1200 直到來說 其實不分所謂 其實 一千米賽事 是鬥快的 那他事實是快 但這次同樣負磅情況下 這次看到了125磅 加到是170磅 田坦光撒騎 然後 8號這隻 天天智庫 這次負磅128 輕一點 上次重了情況下 都是57秒71 輕得1磅 然後 5號的神浪金剛 上次125 拍了57秒08 這次負磅了5磅 多了5磅就5磅 那你說覺得 田坦光撒騎會不會繼續跑 好成績呢 我覺得未必 另外有件事要提提 要提提大家 就說不好 天天自負 大家看回 今年來看賽事 基本上 他跑進來的話 去身重化回來 肯定有佳積的 入到第2名 上次又是 這次 1年0年的時候 這次 今年其實一隻馬跑得不算特別多 所以 這次回到上個重化 6月27日才試過閘 反而 這隻5號就沒有試過閘 基本上沒有時間試 經常跑 會累的 所以我就會選一隻 舒舒服服 加上上個重化回來 成績都不算特別差 所以我會選一隻 但是天天自負 會比5號的神浪金剛 簡單一句 要交到這次 已經是10科宴了 我覺得 就不會無無端端 在6月之前 才上去 那拼什麼 肯定是想贏的 因為10科宴 想馬主有交代 馬房有交代 馬主都想贏 想贏冠軍 過馬桂 才會威風一點 所以 加上 天天自負 這幾次都是鬥心的 順便 同化馬 所以 我會推薦給大家 就是氣歌拆騎的 天天自負 說完第一場 第2場 第2場 一個最短一個最長 穩美最長 就是2200位賽事 最長 這隻 我第一時間 第2場 我要選的 真是比較尷尬 其實我 這場 我第一時間 會笑 和 軒Sir 說一個笑話 我就是軒Sir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 很聰明 但這次很聰明 沒得選擇 所以要選他 這些是我說了 稍後不說 首先 6號、8號、5號 大家寫下來 我拿藍色的原因 因為我想對比一下 比7號 其實我真的沒什麼信心 但是 有很多原因 不選他不行 有點難言之處 好 685 先回來了 為什麼選了他 因為他有最佳成績 他有試過 跑過2200米賽事 但是 這次阿肥 所有事情都不說 6號、8號、5號 全部都不要 為什麼 首先 賞心性 大哥 上次 看看同情 上次 何澤耀 雖然是黏底賽事 當時騎的成績 2分21 即是2分21秒 21秒 大家看看 最快成績 是2分15秒 即是一年前 兩個月前 這隻1號的活力得勝 記住 標準的參照時間是2分17秒 最差一點 因為8號的 行樂之光的話 2分16秒82 即是 2分17秒 所以 其實6號的賞心性 已經是跌了 重化回來的那一刻 也是沒什麼 加上成績 跑2200米的那一刻 局長2200米的那一刻 5月11日的賽事 2分21秒 我真的覺得那隻馬越來越差一點 所以 吉祥今次又試 125 不斷地比香榜 我覺得跑2200米的賽事 成家晞 一般的 所以不要他 好了 8號的行樂之光 同樣 2分21秒 近期成績 唉 真是搞不下手 這個最快脫那個 黏底 2分17秒39 最近這一次 記住一下 那時候的負綁 126 今次的負綁128 但是呢8檔 上一隻4檔 可不可以拿回佳積呢 記住時間 2分17秒39 我先拿著成績 所以 看看 8號5號 這隻 睡眠攻略 同樣 是試過2200米的賽事 2分17秒 問題呢 要告訴大家 霍雲星 131磅 負綁這麼重 因為呢 降了班 所以負綁更加多 11檔位 2200米負綁這麼重的話 真的更加不低薄 所以我都不會要他的 剩下 8號的行樂之光 在這裏 第2隻 我不會特別推介他先的 我會保留他 因為做對比 我平時大家以為我突然間 特地全部東西不選擇 我保留他先 第2隻 推介給大家的 就是 希哥 撒奇 希威森大哥 撒奇的10號 這隻4技之威 為什麼呢 5班 救命馬 118磅 輕磅 23分 所以 第1隻我推介給大家的 救命馬 就是 10號 四技之威 進來看 這隻馬 說真的那句 看他輕磅 王牌 王牌是賀言 馬防 看馬防部署 第1時間 馬防部署 大家賀言 看到了 今天出賽不是特別多 但是 這隻4技之威 之前沒有成績 都可以給了 王牌 你想想 基本上 10科二來的 基本上菊草已經不能最拚了 是拚了現在拚了 所以 在這麼多機會 給王牌 所以10號的 世技之威 這次救命馬 跑2200 很容易的 其實 希威森那個騎弓是ok的 有進步的 所以 穩穩陣陣 這隻 用救命馬 一定要去馬 所以我就10號的 4技之威粉紅色 特別喜歡的 就推介給大家 選了他 好了 第2隻 給大家的 沒解 2200美賽事 勉強 我不是特別想選他 但是沒解 莫雷拉大師吸召騎情況下 我覺得1號的 會好一點 王牌給了他 反而 大家看到了 7月8號 試過閘 雖然說來看 大隻馬 試過一下 然後 這次 1號檔位 莫雷拉 我覺得跑2200美賽事 真的會好一點 有一件事 想和大家說的 就是 為什麼我覺得 7號的勁力 會選 反而潘頓 這隻 鋼巴馬 1號的 活力得勝 我不選呢 這兩個特色級 為什麼我會選 勁力 我都不選他 1號的活力得勝 那些馬為什麼不選他 大哥 你之前跑什麼成績才能選 雖然是強勁而已 2分16秒而已 那時候是輕磅 119磅 最高一點的 121磅 對不對 最高一點 同樣 2分18秒 好嗎 都是126磅 但這次真是頂不順 大哥 這次你負綁135 因為你 降班馬 雖然說是二檔 所以呢 那 有一點吊詭 我覺得 這一場 活力得勝 未必 分分鐘可能 潘頓會去跑 為什麼 因為 第三場的這隻特攻 我覺得他一定會是去馬 2200美賽事 你負綁那麼多 大哥你還要 那麼長途 腳仔遠 我寧願第2、3場拿個冠軍好過 所以這一場 這個魅力的情況下 騎攻加上 檔位的情況 真的多一點 輕了 足足6磅 同樣是一檔位 攝內藍 潘頓也不是特別勁 所以我覺得 不是特別勁而已 兩位大師級 其中一個肯定是去馬 一個不去馬 所以我就選了7號的 厲害了 兩隻馬 選了 剛剛過了一個原因 8號的行樂之光 剛才說了 紅色的時間 2分17秒三勢 我們 全部都是 入不到成績的 所以我不選 而且有些完全2200美賽事 沒有跑過的 不選 第三隻我推介給大家之前 8號的行樂之光 我是不會選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點進去 對比性 真是厲害 其實所有成績 2分17秒 雖然對上一次 黏底 2分21 2分21秒 都是 不算特別差 因為黏底 下了一點 其實所有的 菊草 2200美賽事 是有成績 也是 123名 拿過了 但是 記住 3.7倍 太熱了 現在說真的 未必一定要去薄賣 情況下 8號的行樂之光 成績 但是正常人都會買 越多人買他那一刻 越重 越重 重 重 基本上 倍率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的情況下 有積可沉 全世界都選擇的情況下 我覺得 很危險 反而 好吊詭的 11號 這隻2位 我反而推給大家 為什麼 因為 夠冷 冷得來的話 容易 沒有成績 但是他也笑過跑過是菊草的 那次雖然不特別好 拿了個就是2分20秒 但你不要這樣說話 自己的智慧的話 都是拿回之前跑開那個 2200美賽事的話 正常常都是跑過2分20秒而已 所以其實哪隻好哪隻差點未必知道 同樣 厲害了 2分20秒 長一次 都拿回2分20秒 是不是 行樂之光 近期是厲害 很厲害 但問題是 田太安 這次拿了八檔 你叫副榜員 和這隻全部有積可沉 那你要搏 2200美賽事 首先 7號 很聰明一檔 省了一點就省了一點 好了 世紀之威 那個叫搏命碼 必須要進來 加送給王牌 好了 行樂之光 太過正路了 正路得來 賠率 不是特別好分 所以我就不會選他 所以我就不要他 反而 11號的儀威 冷卻 我真的選了他 為甚麼 真的沒甚麼事 我這隻馬 沒有一間情況 所以你見到我沒有給顏色 就知道為甚麼 但是不要緊 因為好批 薄一薄也好 這次同樣 還要輕薄一點 1815磅 大佬 誇張 所以第3隻 推介給大家 就是11號的儀威 我拿了顏色表 紫色 為甚麼選了他 馬房 全日 菊草 殺火燕 才有3匹馬 3匹馬 2匹 都給了一個 王牌 其中 第2場 2200位賽事 那麼多場 這隻馬 其實之前沒有料到的情況 都敢給他 王牌 所以我覺得 這隻 儀威 在那個 馬房部署 應該 馬房 想 給他一次機會 陪陪他 還有真的會好比 所以 我覺得2200名賽事 長途馬 簡直冷卻 美術不可 所以 三選的 11號的儀威 更加地薄 所以第1場同身說過了 給大家看看 第1場 就是 7號 8號 天天師傅 12號 精算 赤炎 第2場 5班 2200名賽事 7號 厲害 11號 儀威 10號 世紀之威 阿費 這兩注 到時看看賠率 在這個社份 告訴大家 如何賣法 有真費提供給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中老TV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裏 是這裏 拜拜